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各位嘉宾 各位传媒的朋友 刚才补充一下温先生就是我们的部会长 参政同盟的部长 欢迎今天大家在法国之中能够来到我们的新闻法部会 我们参政同盟的宗旨是希望能够鼓励华裔参政议政 我们是一个政治终立的机构来的 我们不是说偏方某个党派 我们成立了一个长的时间 在去年来说我们在城市广场 在私选里面我们都举办一个辩论会或者一个debate 就在城市广场里面的 今次来说我们是再接再例 首先想讲一讲我们的会的宗旨就是说 我们希望鼓励这么多华人参政议政 鼓励更多人作为参选人 鼓励更多人投票 鼓励更多人影响 就是我们华裔的朋友影响我们政府的决策 我们今次我们那个辩论 或者在10月3号的我们的forum 其实要强劫我们不是说只是 针对华人不让其他族裔参加 其实我们其实是很欢迎其他族裔 去和其他主流人参与这个辩论会的 但是因为无奈 无奈因为资源有限 我们是不可以容纳这么多候选人在一起 所以加上我们参政同盟的宗旨 是为了华人做些功夫的 所以变成说有时候真是不好意思了 我们就是重点是注重华裔 但是我们要强调我们不是歧视 我们不是其他族裔 我们也是欢迎他参与 但是因为场地资源有限 所以没有邀请其他族裔 而且今次来说我们发邀请 都是发给每个党的党团和总部 然后去派候选人参与的 所以变相来说我们是公平的 我们不说是着重哪个党 或者是着重哪个候选人 我们都是以公平公开的程序 举办这个辩论会的 今次来说我们的辩论会 是不单止给更多华裔知道候选人的立场 我们希望能够在辩论会 让你年轻人看到 原来将来的参政议症 可能会有这样的辩论会 还有我们将来来说 我们和Josellao和其他传媒 会有这么多做了教育工作 因为这个是参政议症漫长的道路 不是一天半日就可以成功了 我们希望和其他传媒 其他朋友 譬如Josellao 他都很热心在投票方面 他都有很多的想法 我们会和他合作 和其他传媒合作 在推广华人去参政议症 如何教育他们 和我们连续会联合制作一些小冊子 有些宣传的单章 给那些投票的人士 能够知道如何投票 每个候选人的背景 他知道他的情况 所以变了欢迎大家参与 鼓励多些人能够在今年10月19日出来投票 因为这个投票不单止是某几个候选人 影响我们整个华人在政府的政策方面 因为越多华人进入国会 我们的声音就被政府听到 政府来说 投票的时候也有记录 越多华人投票的时候 他知道华人在整个过程里面 参与的份量越来越重 所以到时我们在华人 无论议员或市民方面 声音方面 会更加有利 所以这里就鼓励大家 第一 10月3日来到我们城市广场 是在下午1点半到大概4点钟时间 来参与这个过程 是能够发问问题 能够给意见 另外一方面 在最重要是10月19日出来要投票 能够鼓励大家投票 能够为我们华人在加拿大社会里面 地位能够进一步加深 参与同盟 参与同盟 欢迎大家今天 参与我们身份发布会 要欢迎相分的事 是候选人来参与 但因为我还没有 我们其他候选人过来 我们参与同盟 是一个非党派 竞技中立的 竞技中立的团体 我们这个宗旨呢 是无理华人参与一阵 能在投票方面 在经济教育方面 能够做点贡献 今年呢 跟刚才我们主任说了 今年呢是八华采放 我们今年是很多华越候选人 是破几路参与 这个宗旨呢 宗旨呢 宗旨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是 包括人士 男士 很多华越参与人 出了精选 今年呢 政府呢 政府呢 把过去的移籍 从三百零半到三百三十半 多了指示籍 所以你说呢 对我们华越参与人来说 都是有利 那我们就强调 我们不是 四十三号 不是不欢迎其他 种族 或者其他老爱 或者主流社会来 参与辩论会 但是因为我们机缘有限 因为 知道了 我们华越参与人都不小了 安藏也有八九个以上 再加上其他人 走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呢是 主要强调是 针对是华越 所以但是不代表 不容许其他候选人 来参与辩论会 我们的欢迎 但是因为终点呢 终点是 是我们华越 那么我们期望呢 大家呢能够 4月19号 出来投票 4月3号呢 能够先听听我们 几个候选人 他们的政策啊 他们的政策啊 他们的想法 然后呢 在4月19号呢 出来投票 那么所以呢 我再次代表我们 参与同盟 我们呼吁大家 4月3号 到省市港厂 星期六一点半 到四点钟 来看看 你提问意见 能够发问题 应该呢呢 4月19号 4月19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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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投票 做我们公民应酬的事情 作为华越 我们应该怎么影响政府的 就是一个好的确定 谢谢 5月17号 参与同盟呢 10月3号呢 下11点半至4点 在城市广场 举行点 那天呢 就会 就是 有一些 候选人的 背景啊 资料会发布 大家到时可以索取 那 那今天这个机会呢 我就想介绍一下 我们参与同盟的成员 Henry就是我们的秘书长 OK 我想 David Wu 我们的director 秘书 康维先生 她有帮忙 她在外面 康维先生 新珍慈先生 有没有留下我们哪一位 好 暂时未有答答 究竟来不来呢 你们一定要留意着我们 稍后应该会有继续公布的 其实根本来说 大概讲讲这个环节 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环节就是 给不同党派的后村人 讲他们的党的政綱 他们的理念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们有 一个互动的环节 是不同的候选人 不同的党候选人 可以问对方的问题 另外方面来讲 就是有些我们 华人的关心的议题 很多人想问 例如移民政策 因为我们华人来讲 在小小族里面 都算是相当的分量 相当的人数 那这几年的移民政策 有什么将来 如果是谁当选的移民政策 路向怎样呢 方向怎样呢 经济方面议题 另外方面来讲 我们是 当日呢 我们会叫现场观众 捨得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好像香港 在大问大会里面 或者香港有些辩论会里面 被候选人抽回 当场现场问题回答 意思是说呢 那天是 那天是 被指章 那天在整广场的 观众 和参与的人士 是 填点问题 然后呢 就放在箱里面 然后呢 我们给每个政党 他候选人 抽了一条 或者问题呢 就可以揹的 另外呢 如果是问问题的人 我们都会给上 一个小小记忆品给他们的 所以是 那 或者有什么補充呢 其实那就是说呢 那我们当日呢 除了在台上的一些主持人 和那些政党的代表 和一些候选人呢 会有一个沟通 有一个交流 给大家知道呢 他们的政党 和他们的抱负思爱 当然也是有一个 很互动的环节 那因为那些问题呢 全部就是现场 才抽出来的 那就不会呢 是之前预设了 那变成了他们不能够准备 因为到时问 什么尖锐的问题都可以 那可能呢 那各位人民朋友呢 也是会很捧场的位 因为很难得 有这么多候选人一起买 是 没错 那天我们就是 尽可能做到公正公平 那然后呢 就好像我们专闻说 老师说 我们那天是即庆的 谁有什么问题 立即写 立即写 然后呢 就被候选人去抽 这样就是 原来说的 有一个比较 在路互动的环节 另外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 鼓励多些朋友去参与 我们的答辩大会 还有呢 最重要大家记住 我记得是在10月 是19号 那天出来投票 他们只有一位 可能一位没有全 但是 其实来说 我们 不是说 娃人一定选娃人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见 但是 但是 如果 能力差不多 所以 他能力差不多 给我们玩挑的 都因为我们 希望能选娃人 在交通方面 意思是说 我们不是一定要 娃人 选娃人 不是这样概念 但是 同样的几个候选人 这个背景差不多 能力差不多 的 我们鼓励 能选娃人 明白吗 你这概念吗 好 是是是 还有呢 我们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参命同盟的 概念是什么呢 是 鼓励 娃人 唱进 因为其他 他们管他们 比如说 犹太人管 犹太人的 他们帮犹太人选举 其他什么 意大利人 就帮意大利人选举 跟娃人选举 所以我们这个 参命同盟 我们这个 我们终止 是从我们 能力范围来 我们 不是想娃人 我们 我们 选丸是其中一个 这个疫情 我们 鼓励投票 教育 杀戴 娃人 参命 参命 这个选丸 选丸是其中 我们这个 终止其一 不是重点 全重点 是重点 终点其一 好 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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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